后来因为滚石 滚石唱片也是很大的 对啊而且就是正派的公司嘛 所以我父母亲才会安心 然后张姐还特地到我的家乡去见我的家人 对 那很有诚意 很有诚意 她飞到家乡去见我的家人 所以其实是我觉得我很幸运 虽然很单纯 什么都不太懂 但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人 第一个公司唱片公司 都是很好的 都是好人啦 对然后后来 对我爸妈很忙 也没陪我来台湾 我就自己来台湾 那你到了台湾以后 有没有觉得 oh shit 怎么是这样 还是有文化冲击吗 有一些文化冲击 肯定会有文化冲击 太冲击了 因为那时候来台湾 那时候台湾的氛围跟环境是怎么样 因为那离我们可能比较远 哇讲起来真的很痛苦 这么说 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北方那个小城跟小镇的节奏 都是慢到一种你无法理解的境界 就是三点有人睡午觉的那一种 好棒哦 对开车很慢 走路很慢 所有的一切都放慢很多拍 那我到来台北的时候 那时候台北 他们叫什么 Y世代年轻人 某个年代有X 然后有Y 就是大S啊小S啊 范导萱啊 我们都是同一个年代的嘛 对 阿牙他们 你知道他们讲话多快吗 我知道 你知道我跟这边的年轻人 一起出去玩 我是没有机会讲话的 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不是我听得懂 但我没有机会讲话 因为他们讲话是没有缝隙的 除非你夹下去 对 所以我就 就看着他们讲就好了 对 然后就会有点孤独啦 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子 然后过马路也很痛苦 因为 没有空气 跟你讲话一样 因为你知道我们马来西亚 就是一绿灯 你直接就 就是要那个人行的那个牌 绿灯 你就可以走了嘛 就是一个过马路 但这个不是 这边会有车弯进来 你知道吗 这一点倒是到现在还没有变 这个假的灯 对 就是很特别 就是不太一样 那个交通的规则 对 真的很会讲话 对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上通告的时候 我完全找不到机会讲话 我就跟白痴一样 我们有听说到现在 好像就是没有 常常上电视的人 上那种综艺节目 就是你抓不到节奏 会没有办法讲话 我还记得我上那节目 是瓜哥跟那个范晓轩主持 那时候范晓轩唱那个儿歌 是很红 然后他就主持节目 然后他们就说 这节目很难上的 今天排给你 然后而且我还是一个人上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在那个节目 整集 一个字都没有讲 一句话都没有讲 因为他们也不可能等我讲话嘛 因为他们要很快的嘛 然后我又 啊 啊 啊 然后就 就根本 我的脑还没有转 他们就已经转到下一个话题 然后下宣传的时候 就会变我宣传念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呃 当然是一个适应期啦 只是当时会觉得 很孤独 嗯 然后呃 曾经有 我只有一次 有想放弃的念头 哦 是第一张专辑那个 对 因为都是第一张专辑 很挫败 所以呃 第一张专辑宣传结束 刚好我要回去马来西亚过年 然后我回到家乡 你知道很温暖吗 嗯 然后家人啊 对 然后 我没有哭 我绝对不会在我的家人 面前 诉苦 埋怨或苦 绝对不会 报喜不报忧 哇 那个年纪就这样子 我从小 因为你就知道说 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我从小就这样 不是那个年纪 我从小 我是一个很 我有点倔强 其实 尤其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情 但当然有 我也是不想让我的家人担心啊 然后我就 有想要放弃 一下下 一下 一下 就想说 我不要回去 哈哈 我就可以不用面对那些事情 我就可以留在老家 你知道那个 comfort zone 嗯 但是后来我就 可是我呢 我的魔鬼跟天使的对话呢 呃 我的天使的力量通常都是比较大的 就是我的天使就会跑出来跟我说 哎 你这样 不行哦 你从哪里跌倒 你要 你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要不然你一辈子都不会成功 这听起来比较像恶魔讲的话 一次天使 哈哈哈哈 你只要站起来 我觉得是正能量啊 对我来说是正能量 那我就意识到 对 这可能是我人生一个 第一次 第一次走 走进社会里面 遇到的一个挫折 嗯 那我今天能不能面对这个挫折 就是我能不能 继续把我喜欢的 呃 事情 变成我真正 未来的工作 我才意识到 其实 你喜欢唱歌 跟你走进你一圈 走进歌坛 当一个歌手 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 你的付出 你要面对 你要承担的 哇 是很大很大的东西 那你有没有印象 你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让你比较 有转折 觉得比较自在 自由咯 哈哈哈哈 就很感谢 那首歌出来 然后 整个就是转变 当然我觉得 呃 我觉得每一个人 不管是你生命的成长 或者你做任何事情 嗯 你要成长 那过程 一定有一个过程嘛 我我其实一直很感谢 说真的 我很感谢 的那个挫折 因为那个挫折 让我明白 呃 不是 所有的事情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当我后来 我觉得我在演艺圈的路 不算是 坎坷 还算顺利 但是也有一些 小挫折 呃 但是是属于踏实 一步一步很踏实 走走过来的 不是那种 一出来就怎么样的那种 所以我其实也很感谢 我自己的 呃 这行的路 是这样子走的 因为走得踏实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呃 整个人比较 稳 嗯 然后 呃 你会 特别 懂得珍惜 你得到的东西 跟呃 所有成就你的 你身边的人 嗯 那你怎么说 意识到自己 哦天哪 我红了 这样 没有没有 我是superstar 都没有吗 怎么可能 没 然后我们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自由这首歌出来的时候 那个童年有哪些歌 大家就知道说 你记得 到底有多猛 好不好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这这首歌是差不多98年 应该是98年出了嘛 对不对 对对对 自由是98年 同一年哦 有张正月的爱我别走 有阿妹的牵手 有徐怀玉的妙妙妙 纳英的征服 张学友的你最珍贵 李温的滴答滴 这是光天天歌到现在 你这样讲 哦是吗 这很猛耶 你自己听到这些歌 但你就说 Oh my god 我自由超屌的 哈哈哈 可是 因为你听起来 你就觉得所有 自由跟他们的风格都不一样 对 是啊 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在这些歌里面杀出重围 而且这只是我们 列的十分之一而已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就那几年很猛耶 你知道当时我出唱片的时候 是唱片也很好很好的时候 然后你是要有多少的歌手 各种类型的实力的 哇 其实你要 你要能够 让大家看到你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尤其我不是台湾人 我不是土生土长台湾人 我一直觉得 我是一个异象人 就是我是马来西亚人 那我要在这个地方 让大家看到我 我觉得会比土生土长人更难 我们下期见